大家好 我是公屋聯會總幹事焦國偉 防委會已經通過了2019年的居屋計劃 今次會推售六個項目 包括了4871個單位 地點相當多 包括了韓文田 長沙環 葵聰 張君澳 馬鞍山和沙田等地區 今次屋苑會以市價的五九折定價 價錢大概是156萬至最貴的529萬 當中我們的白表申請者的入息和資產限額 我先介紹一下 一人申請者的入息上限是29000元 資產方面是100萬左右 二人或以上家庭的入息上限是58000元 資產方面是201萬 而六表家庭就要留意不需要經過入息和資產的審查 只需要交還一間公屋就可以申請到 另一方面關於選樓的次序上的安排 這次我們看到六百表的比例會各佔一半 不過在六表申請者裡面 會有一些公屋的重建戶 會有一個絕對優先去選這些居屋單位 其次就包括了一些家庭裡有一個長者的優先選樓計劃的家庭 還有一些其他家庭的成員 那六百表比例裡面一保一半 另一方面就是一些一人申請者裡面 也會有一些受到重建清拆的影響的住戶 都會在一人申請中優先去選樓 我想大家都會很緊張那個程序是怎樣 什麼時候才可以去申請和選樓呢 這次居屋和八居二會一拼一起做一個申請 如果大家譬如八表人士想申請兩種資助性質的房屋計劃 可以一起申請 那個費用合共會四百一百一十五元 另一方面的時間性大家要留意一下 會在今年的五月接受申請 在八月就會進行繳朱 居屋方面在11月份就會開始選樓 而八居二會在12月份就會發出一個批准信 就可以申請一個叫做購買資格證明書 就可以去一個居二市場去簡選大家心意的單位 這次也會引入了一個電子化的申請 八表和錄表都有不同的安排 大家留意一下 首先大家也可以在網上去遞交申請表 以及繳付申請費用 八表申請者方面就會收到一個確認的電郵 之後也會在電郵通知大家的申請編號 但錄表人士方面也會收到一個確認訊 在電郵裡面有一個確認訊 但大家要去你們自己所屬的屋邨辦事處聯絡 需要核實住戶的資料才可以得到申請編號 這次錄表申請者裡面有一個行常化的安排 即是錄表申請者可以在表格上去選擇 會不會參加下一次的資助出售房屋計劃 即是錄置居等等 如果申請去簡選的話 也不需要再在錄置居裡面去交表 或者是交個申請費用的 不過如果申請的時候狀況有變 譬如是家庭的人數 由一人變二人等等的情況之下 就要在下次計劃的申請期裡面 要通知房委會 最後講一講轉售限制 因為去年的房委會通過了一個新的轉售限制 由過去的五年延長到十年 首兩年就不能夠高於的原價 將這個單位轉售 售賣給一些房委會指定的類別的買家 在第三年開始 業主也可以自行和買家去議定價錢 賣給一些由房委會指定的類別的買家 即是錄表、錄表等等 在十年之後 業主才可以保地價 在公開市場自由去買賣 又或者可以是不保價 在居易市場去流轉 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 記得按這個程序資格 去選擇大家心意的單位